世界瑰宝,华人之光,普天同静,万众皆欢,3月8日为义云高大师日 关于第三世多结枪佛,佛号的说明 2008年4月3日,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多结枪佛第三世纪实一书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 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 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云云高大师 养恶一兴诺布大法王,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大佛佛秦文认证 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结枪佛的第三世将士 佛号为第三世多结枪佛 从此,人们就以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来称呼了 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请您号为希达多太子 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摩释迦牟尼佛了 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 正是以His Holiness来冠名第三世多结枪佛 即HH第三世多结枪佛 从此,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的称谓一定性 而且,第三世多结枪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 以前的义云高和大师,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佛号为公布之前刊登的 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 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 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三世多结枪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 但大家要清楚 除HH第三世多结枪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 在为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 继1995年,荣获世界诗人文化大会颁发元首级国际特级大师证之殊荣后 亦云高大师再次因其全面性和无人能及的优异成就 得到加州人民最诚挚的崇高敬意 为表彰赞扬亦亦云高大师 在佛学、哲学、艺术、科学、伦理道德等全方面卓越的杰出成就 并对亦云高大师为世界人类所作之伟大贡献至上崇高的敬意 加州州长戴威斯代表周府于西元2000年 颁定每年的3月8日为亦云高大师日 旧金山市市长布朗也独立宣告颁定同日为亦云高大师日 此项殊荣为东方人在美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最高荣誉表征 亦云高大师为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佛法大家 与绘画书法艺术家 无论是公笔、写艺的山水、花卉、人物、鸟兽、大师的造诣 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胜过历史上无数的绘画名家 从大师研发出中国第一的特级名茶碧玉春及霸王春 以及多项荣获专利及头等奖章之医疗药品等等 可略亏大师在科学方面之卓越成就 大师在佛学、哲学及伦理道德上的殊胜成就 为全世界人民所共同情仰 效仿的楷模 无论是大师的哲言选或其他著作 都被国际间列为重要的教材 在其他方面的荣誉事迹不易而定 总之 大师在各方面的成就 都达到最顶尖的地位 因此此次加州政府之举 乃大师持至名归之荣耀 亦是同身为中国人的我们 深感予有荣焉之幸 筹路 冲 冲